名叫凱筆的機器人 現在可是投誠國小的防疫小兼兵 負責幫進入校園的老師學生量測體溫 而且可以同時測量多人 跟以往能力相比 不但提高效率 也減少人與人的接觸 相對就降低 好 再來 再來 對 86.6 好 走 過去 換你 36.8 來學校都是主任 現在都改什麼 幫你量 機器人 量幾度 36.7 我問你 誰幫你量 機器人 量幾度 3.6 以往的話我們都是用耳溫槍 或耳溫槍的方式來進行 近距離對學生體溫的監測 那這邊是由我們宜蘭資網中心所提供的 那這台機器人叫做凱筆機器人 那在之前是作為存我們的教學使用 那現在經過開發之後我們有結合一個體溫量測儀 那學生在早上來上學的時候可以經由凱筆機器人與體溫量測儀 兩個結合的新的科技方式來進行學生的體溫測量 除了量測體溫之外 凱筆也會跟人類互動 像是知識 資訊的分享 甚至劃生電影三太子來跳舞 娛樂大家 下面呢 我們來玩匕首畫腳 讓你猜猜看我在匕首嗎 投授國小表示 未來還會輸入更多城市給凱筆 來輔導學生吸收更多教育學士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麟 採訪報導